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在经过初期的联系筛选之后 初次网络爆出的你要名单嘉宾 可以说是非常接近最终的确定名单 首先我们便看到了陈小春和张志玲的名字 这两人基本上可以确定参加了 陈小春和应彩儿夫妇近几年也是非常频繁的参加综艺 对于陈小春来说 唱跳都不是问题 可以参加哥哥的滚烫人声 陈小春也是基本锁定的成团位了 张志玲前几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曾表示 自己将参加一档男综艺节目 只待官宣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参加这一类似的综艺节目 现在看来张志玲所说的这档节目 应该就是哥哥的滚烫人声了 参加完节目后 张志玲也由台前转为幕后工作 所以这将是张志玲的告别综艺了 除了陈小春和张志玲之外 尹正也是近乎确定加入节目 从夏勒特烦岛之后 尹正确实没有太多代表作 而此次参加节目 或许能够让擅长唱跳的尹正事业再攀高峰 在这些名单中还有一个名字非常的瞩目 那就是赵文卓 虽然赵文卓也是唱过歌 但是让他在舞台上跳舞 这个画面还挺难以让人想象的 按照浪姐的惯例 一定会邀请一位子里身后的演员来参加 所以对于赵文卓的加入 可信度还是挺高的 尼奥名单中还有于豪明 白举刚 热狗 黑豹 藏镜 Micky 黄征 黄冠中 李云迪 盖 欧阳靖 敖犬 高汉宇 李承炫 这个名单大部分都是现在人气一般 但是知名度却很高的艺人 对于节目组来说 他们需要这样的知名度和高的艺人 对于艺人来说 他们也都需要一个机会 一个舞台再次翻红 毕竟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一季 以及追光马哥哥 给艺人带来的热度都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这个名单中 大部分人都会接受邀请 除了参加比赛的哥哥之外 发起人也是备受关注 因为当哥哥的滚烫人声关心时 并有消息称 刘德华将会作为发起人参与到节目来 如果刘德华能够来参加节目 那么凭借他一己之力 就能够让节目成为爆款 虽然请到刘德华做综艺很难 但是对于芒果来说 倒还真不是不可能 或许刘德华会成为这档节目最大的惊喜 追光吧 哥哥 虽然后期很糊 但是前期确实凭借油腻的哥哥 引起了全网的热议 不知道此次哥哥的滚烫人声 会呈现怎样的舞台呢 一起期待一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更多精彩资讯在九九爱娱乐 敬请关注哦